大家好,我是阿和 欢迎来到《卖游以色列》这个频道 这几天因为尾巴冲突再度升温 新闻中出现各种双方交战的画面 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画面 应该就是以色列国军使用的铁琼系统 拦截哈马斯方所发射的火箭弹 在天空中画出一道道轨迹的照片吧 虽然目前铁琼系统号称可达到九成的拦截率 但在这次交火中也隐约显现出此系统的限制 在接下来的影片中 你将会了解什么是铁琼系统 铁琼系统的操作原理 在这次交火中铁琼系统的效能以及限制在哪里 以及台湾需要这样的系统吗 铁琼系统是一套由以色列研发与制造的高机动性主动空中防御系统 主要的目的是用来拦截短程火箭弹 破级炮以及无人机等标的物 整套系统的完成是由RAFAEL 这家高端战斗系统研发制造公司 搭配上ETA SYSTEM的雷达系统 以及AMPRIES 这家公司的操控与控制系统 RAFAEL公司提出利用铁琼系统能够有效对抗短程火箭弹 155mm破级炮强调其适用于白天黑夜以及各种天候环境 并且能够用来抵抗顺时出现的威胁攻击 同时也能在10公里的高度内用来拦截无人机或飞行物体 一套电池系统预估能够防卫150公里内的距离 在2017年这套系统也加入了能够拦截破级炮的功能 并且于2017年11月由以色列海军宣布 此套系统也适用于其作战行动 因此开始搭载于以色列海军6号突击舰艇上 铁琼系统于2011年3月正式加入空军947引的空中防御系统中执行运作 成为以色列多层防御系统中的一环 此系统主要用来防御来自加萨走廊的火箭弹攻击 并且于多项作战行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截至2014年以色列境内已经有10组电池系统运作中 现在就近以色列境内有几套并没有明确的数据发布 随着铁琼系统的成功使其成为以色列尖端军事科技成就的代名词 因此得到了以色列安全奖 也让其成为对抗来自加萨走廊火箭弹攻击的头号防御武器 铁琼系统主要包含了搜寻与导向雷达、控制中心、拦截导弹这几个部分 关于整套系统的细节并未完全全面公开 因此只能从一些片段资讯来整理一下 拦截导弹代号为Tamiya Tirmayulet 拦截导弹的缩写 并且与其导弹头装载有光电系统以及航行控制平面来达到精确导向 其系统雷达则是用来侦测目标如火箭弹、迫及炮、无人机等 启动后回穿关于其飞行轨迹的资讯到控制中心单位中 进行预测轰炸地点的估算 假如这个轰炸地点需要系统进行拦截 则会发射出反火箭弹的拦截导弹 根据系统设计是可以达到几乎垂直发射的角度 拦截导弹是采取在预估拦截目标物即近距离下爆炸的方式拦截 使火箭弹在到达目标轰炸地点前就遭到击毁 并且避免其在铁穹系统附近造成任何连带伤害 预设模式为控制中心单位会自动侦测火箭弹发射 以及其可能的发射地点 立刻发射导弹拦截 但系统操作员也能够主动操作进行目标物攻击 铁穹系统被定位成能够防火箭弹、防火炮、防破级炮的一种短程空中防御与反飞机C-RAM系统 使系统能够在70公里内侦测到目标 最小距离则需要根据火箭弹类型加上系统估算时间来决定 以加萨走廊常见的Cassan Grad火箭弹来说 至少需要4.5公里的缓冲距离才能拦截 随后在2017年 此套系统则是加强了破级炮拦截功能 同时加强了在10公里内拦截飞行器与无人机的能力 2011年铁穹系统开始上线服役时 其拦截效率大约为75% 于2012年的云驻行动提升到84% 铁穹系统能够有效降低火箭弹降落到居住区的比例为4% 比对在没有铁穹系统前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时 高达四分之一的火箭弹轰炸到居民区 由此可见铁穹系统对于减少居住区轰炸伤害的效果显著 随后于2014年加萨战争则是达到了9成的拦截率 铁穹系统能够有效避免 误拦截飞往无威胁区域的火箭弹 其主要借由两个参数来决定 第一个是靠有效判定火箭弹是否飞往居住区 第二个则是判定是否拦截的决定参数 由于大多数从加萨走廊发射的火箭弹是飞往无人居住的非威胁区 有时候有威胁与无威胁的火箭弹比例高达三倍的差距 因此我们在新闻上常见的成功拦截率 根据不同的准则会有不同的结果 但是最后常常是以结合两个参数所形成的 防止建物损毁以及人民伤亡程度来决定系统成功率 例如在2014年的加萨战争中 铁穹系统就发射了580枚导弹来拦截火箭弹的攻击 当然在以色列的防空网中 铁穹系统只是五个空中防御系统的一环 其根据防御距离依序为第五层 用来防御破级炮的Iron Beam 铁束雷射防空系统 第四层是用来防御火箭弹的铁穹火箭弹拦截系统 第三层是用来防御中层地对地火箭 以及巡航导弹的魔杖火箭与导弹拦截系统 第二层则是用来防御远程弹道导弹的 箭二弹道型导弹拦截系统 第一层则是用来防御大气层外远程弹道导弹 箭三大气层外弹道型导弹拦截系统 这次的交火开始于5月10号耶路撒冷日当天 铁穹系统成功拦截了从加萨总廊发射了150多枚火箭弹攻击 但还是出现了7枚为拦截成功的飞弹 飞往了耶路撒冷Bet Shemesh区域 耶路撒冷想起了多年来罕见的空袭警报 所幸无人伤亡 随后每天出现多起密集火箭弹攻击 目前造成以色列10人死亡 哈马斯累计发射了3000多枚的火箭弹 而铁穹系统实际拦截了1000多枚认定有威胁的火箭弹 其拦截率高达9成 并且于5月13号或14号 详细的时间不太确定 铁穹系统历史上第一次于实战中成功拦截 从加萨走廊往以色列境内飞的无人机 至于目前有哪些国家购置了铁穹系统呢? 首先以色列自己当然是装好装满 接下来是美国 美国于2020年9月已经设置启用了第一套铁穹系统 并且于2021年1月收到了第二套系统 亚赛拜兰民主共和国则是订购了数套系统 但是是否开始启用 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 而英国则是订购了控制中心 其中有一些国家则是只购买了雷达系统 首先我们看到南韩为其空军购置了雷达系统 加拿大于2015年以Rain Metal加拿大分工 与以色列Altar公司合作生产方式 购置了10套雷达系统 印度则是购买了雷达系统 芬兰是确定购买了雷达系统 但详细数量未知 捷克在2019年购买了8套雷达系统 但是要在2021年到2023年之间才会陆续交货 匈牙利则是在2020年年底 签署了雷达系统购买契约 而斯洛伐克于2021年购买了17套雷达系统 举长年于以色列为敌的里巴嫩真主党来说 因为其拥有一天发射千枚以上火箭弹的能力 一直被视为拥有能够突破铁穹系统难结能力的威胁者 且因其拥有超过15万枚的火箭弹 因此一天发射千枚火箭弹 并不会明显削弱极短期攻击火力 而对比这次来自加萨走廊的攻击火力来看 其明显从2014年加萨战争时 只能一天发射约百枚火箭弹 进步到数分钟就能发射百枚火箭弹 也因此让这次交战出现无法被拦截成功的火箭弹 炸到以色列中南部境内 但并非代表铁穹系统没有效力 只是在高频率发射下 以色列该如何调整其防卫系统来保护其国民安全 也是其军方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 铁穹系统用来拦截火箭弹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成本问题 根据以色列军方消息表示 不像是黎巴嫩真主党的高档火箭 哈马斯所使用是称为Kassan 成本介于300到800美元之间的短程火箭弹 而哈马斯所使用相对远程的火箭弹则有 R160 M302D M302B J80 M75 Fadger III Fadger V 以及第二代的M75 根据估计约在数千美元价格区间 且因其成本高主要是因为需要 从西奈半岛或苏丹等地方走私进入加沙走廊后组装 比对上铁穹系统所使用成本 5万到10万美元之间的燃截导弹 是相当低廉的成本 从之前提到以色列截至目前为止 约燃截了1000多枚火箭弹 因此保守估计也花了将近1亿美元 约30亿台币来阻止这波哈马斯所发射的火箭弹攻击 如果根据哈马斯约有14000枚飞弹的消息看来 可能还需要花费约5倍的价格150亿台币 来阻止哈马斯全力进攻 由于成本差距极大 也让使用铁穹系统造成经济伤害 但也如同之前所提到的 对于以色列而言 每条生命都是无价的 因此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降低任何伤害到国民的可能性 看完前面所说的大概可以了解 铁穹系统主要是用来做短程火箭弹的燃截 由于台湾本岛与中国之间 有条黑水沟天然屏障 已经超过系统正常航盖的70公里范围 所以对于没有与中国直接陆地接壤的台湾 铁穹系统买了也是无用武之地 反而是目前台湾已经购买的爱国者飞弹系统 较符合台湾受到攻击时能够进行有效防御的武器系统 这支影片主要整理了铁穹系统的各种相关知识 并且让大家了解一下其适用于什么环境 希望你在看完这支影片后 对于铁穹系统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特定的议题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所制作的内容 麻烦按赞并且订阅分享 可以帮助这个频道遇到喜欢这些内容的你们 也欢迎在留言中发表各种意见 帮助持续制作有趣的内容 我是阿和 Let's learn to make light meaningful together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